中国女排今天也是公布了参加奥运会的13人大名单 这份名单球迷们也是等待了很久 但直接公布最后的13人 也可见蔡斌对队员们的信心 朱婷和张长宁的三年磨一剑 让蔡斌最为头疼的李盈盈对角位置 可以得到强有力的支撑 而小将吴梦杰和庄宇山的涌现 也让蔡斌在排兵部阵上有了更多的选择 最大的变数已成为定数 也让这只中国女排从主力阵容到替补阵容都变得稳固 主攻四人 朱婷 高义 接应两人 龚翔宇 正义心 二传两人 刁李宇 丁霞 自由人 王梦杰 皮卡 庄宇山 预计首发 主攻 李盈盈 朱婷 副公 袁新月 王元苑 接应 龚翔宇 二传 刁李宇 自由人 王梦杰中国女排巴黎奥运会的13人名单 和之前预测的名单唯一出入 就是指代了王梦杰一个自由人 倪菲凡落选 接应二传正义心入选 庄宇山作为替补 事实上 主力阵容和东京奥运会 狼平执教时期没多少区别 还是朱婷带领李盈盈 袁新月 张长宁 龚湘宇等人出战 东京奥运会中国女排发挥失常 拿了历史最差的第九名 从巴黎奥运会小组对手看 中国女排怎么都可以小组出现进入前八 在主攻线上 朱婷和李盈盈是头牌 吴梦杰和张长宁是替补 副攻线上 王元苑和袁新月是主力 高义是替补 坚硬位置 龚翔宇和郑义新是主力 王梦杰是自由人 二传手是凋零宇和丁霞 这个阵容肯定是蔡斌心中的最佳选择 虽然有的球员可能不是最强替补 但他们能得到蔡斌的看重 肯定有他们的独到之处 不得不说 朱婷的回归也是对张长宁的地位 产生了不小的冲击 对内的竞争那是变得更加激烈 蔡斌在选人方面 那是变得更加小心谨慎 不仅要考虑到球员们的技术和战术 比身朱婷的年龄 以及在整个球队的核心地位 应该都比袁新月要大 结果朱婷却只是排在第二位 这样的排序和之前中国女排 初战世界女排联赛的名单 是一模一样的 正常来说 只有队长才会排在第一位 所以根据这一点 不少球迷猜测 袁新月极有可能 会继续担任中国女排的队长 带领中国女排参加奥运会 毕竟在最近几年 在朱婷缺席的情况下 袁新月一直是中国女排的队长 也确实为球队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所以在他和中国女排 磨合更好的情况下 继续担任队长 带领中国女排征战奥运会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然最终中国女排队长的名单 还是要以官方宣布的为准